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這節就想講一下八卦消息 著名的愛國藝人楊千華 較早之前就在Facebook那樹發表了一條貼文 紀念他出道25周年的日子 有很多的網民 包括相當一部份 應該就是他的前粉絲前歌迷 走了去留言替他贈慶 本來你有你講人有人講就相安無事 反正人家又不是粗口 難免有多少嘲諷爺瑜的成份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你應是接受 或者是看不到他就算了 誰不知 開始有些相信是他的前歌迷 引述他的歌詞在留言 然後就趁他撐共 留言板就開始來了 大批的留言就遭到露山 不見了 引來了網上邊的一片空洞 我們首先看看 究竟楊千華那條貼文是說什麼的 實情他都沒有挑釁成份 只不過就是 一眨眼就25年 由少女去到中女 少中有女 女中帶醉 他說自己的人生 算是盛載了很多眼淚的一位女歌手 跟著時代的巨輪走到現在 從來都沒有想過 在一剎那 一個疫情就可以改變整個世界 跟著下去的那些蝙蝠 全部都是他多謝那些合作過的 樂手 他的前輩 等等 實情就沒有什麼特別 都正頭正路 中規中矩 然後 附帶了幾張照片 都是華星時代的 造型照 最特別之處就是在於那些留言 可能他在去年 由於他的經紀人公司 發表了一篇聲明 就說 楊千華女士一直深愛中國 深愛香港 敬請各大平台及用戶 停止傳播有關楊千華女士的不實言論 後來楊千華本人也寫了一句話 就說他在香港出生和長大 他愛這片土地 亦都熱愛他的祖國 他相信明天會更好 很多香港的粉絲 就是大失所望 因為他在去年8月份發表這篇聲明 這篇聲明就在去年8月發佈 當時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就如火如土 而且剛才經歷過721事件的傷痛 難免會令不少香港歌迷失望 而且在去年12月20日 楊千華又有份參演 澳門回歸20週年文藝晚會 這樣都不得已 在表演完了以後 他還能夠 跟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親切握手 而且是這個晚會之上唯一代表香港的女歌星 所以 在那次以後 又跌了一批香港的粉絲 故此 現在他去Facebook那處 發表這條貼文 遭到大量的網民留言 很多人 實情我相信就是他的前粉絲 因為對於他的舊歌都滾瓜爛熟 他會一直引用他的歌詞來打扎他 其中一句引用得最多的歌詞 就是如果可屢落做人 你會更吸引 肯定就是在串他 投奔了大陸 離棄了香港的歌迷 也有不少人說 現在只懂得大陸賺人民幣 在大是大非的年代 為了錢 而埋沒了良知 等等 很多類似這些留言 都是在表達 只是這類的意見 有一個留言 有1000個讚好 到底有什麼特別呢 他就說 這個人 就是楊千華 他的歌曲曾經陪著我們成長 他不是說唱得很好 但總有一種情感 在 當他被人說唱歌只是會哭 被人揶喻他是人碎 我們很多歌迷都幫他護航 可惜他最後都是消失了 自從他作出了一個決定以後 已經是注定了要離棄一群愛他的人 很多人就說 是呀 以前我也是他的鐵粉 就算以前怎樣都好 都可以賴是公司的立場 他沒得選 現在連留言都刪除了的時候 就覺得很過份 跟著下去那些人就猛 很有同感 誓死都跟人民幣在一起 這樣 實情 刪留言 就是最愚蠢的行為 因為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喂 就算那些留言 硬不好看 硬難聽也好 你就當沒眼屎乾淨 盲看不到 否則的話 只會引起那些網民 那種反叛心 你越刪他就刪一貼十 你刪不刪得那麼多 才行的 除非你索性把留言板關閉了他 本來就是無一物 由於你刪除的時候 就惹來了大量的控洞 因為 網民來說 一看到你刪除 看到你有一點點心虛膽怯的時候 就更加只是流得熱烈 根本上這些人 完全不理解網絡生態是怎樣的 反而你不刪除的時候 那些人罵完你之後 就算了 就算了 是不是 實情這位號稱愛國的楊千華女士 現在都已經是專注於發展大陸的市場 是著重大陸的歌迷 是要賺人民幣的 只要在微博上沒有人罵你 就已經沒問題了 你在Facebook寫的那些文章 實情哪些人看 主要就是香港和海外的歌迷 那些人罵你 那些人罵你 為什麼他們會罵你呢 其實很明顯 絕大部分走去留言的那些 都是他的前歌迷 前粉絲 因為說的內容 都是非常細緻 而且是罵得挺有深度的 就不像是一般市民去漫畫 說粗口 其實那些留言都是 那些人肯定是基於 他在過去一整年的表現 就覺得對他非常之失望 才是決定離棄他 因為在香港風雨飄搖的時刻 他不但沒有來擔戴 反而就是 為了賺人民幣而低頭 既然他已經選擇了向人民幣屈服的時候 你就任得這班前歌迷前粉絲 寫幾個字去發誓情緒 這班人相信 對於他以往打穩基礎 對於他以往的唱片 或者各類的商品 都是曾經真金白銀有拿錢出來消費的 所以 這些留言最好以後再見到就不要刪除了 否則只會引來更多風波 接著又說說另一宗消息 又是八卦料 就是這個 鞍星 湯寶如 以前很Hit 保麗金的歌星 九十年代 他竟然在網上跟黃絲吵架 吵什麼呢 他在Facebook上貼了一張盒照 就是他跟麥包一起拍的 原來 麥包就是逆市開了一間 食材專門店 都奇怪的 因為現在你去開這些專門店的時候 都虧錢 哈哈哈哈 難怪他之前 說自己好梅 根本上都不適合 現在就去開食店 不要緊 這位湯寶如 原來就跟麥包好老友 在疫情之下 都走去 開張的時候 撐牆 好 本來他貼了一張照片 人家有個網民看到 麥包也在 以為是賣包 別人都是開玩笑的 是不是 因為麥包 賣包 吃字 人家 發牙痕 然後湯寶如竟然罵 他說 跟你打包 什麼叫跟你打包 打包就是 幫別人執屍 那些誤作 就幫別人打包 他這番的留言 當然就是令到人 非常之詫異和反感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都曾經是一個名歌星 然後罵罵的時候 有人就說 他跟麥包都是藍絲 然後湯寶如又回覆他 請問你是不是有病 不喜歡你就離開 這裡就沒有顏色 請不要對號入了 不喜歡就不要在這裡留言 原來你是黃 黃是什麼意思 你想港獨 需要不需要報警 哎呀我現在很害怕 那網民就趕回他說 是藍的 湯小姐你不要誤會 湯寶如又說 改口了 哎呀我都喜歡很多顏色的 然後 這個留言一出了之後 又是很多人去罵他 又趕他 實情這些又是失言 擺到明是 首先他無厘頭 幫人打包就已經是 不禮貌了 這個留言 他不是賣包就不是賣包 別人都是吃個字 說一下笑而已 這時候在這麼緊張的社會環境當中 說一下笑 那你就有得別人說吧 第二件事 他又把別人的黃絲 標籤了 是港獨 這件事就很有問題了 通常有這一種的思維模式是什麼人來呢 就是 藍絲才會這樣想 因為通常藍絲 就會將港獨和黃絲 合併做一個詞彙 就以為 凡是黃絲就是支持港獨 實情當然 並不是這樣 是不是 黃絲就還黃絲 港獨就還港獨 但是 藍絲的思維模式是很奇怪的 反正他們就是喜歡把兩樣東西混在一起 賴尿牛丸 所以湯寶如的留言 其實就是露了多少馬腳出來的 根本上他就是反映得出那種藍絲的思維模式 若然他真的是一個所謂中立人士的話 根本上都不會這樣想 不會 一說是黃絲就馬上自己聯繫到港獨那頂帽子扣 這個就是有些端藝 所以就搞到麥包的店舖 就多少受到牽連了 搞到有些網民就說 麥包那間都是藍店 我實情覺得就是 傳疑 因為起碼麥包就沒有表態 就是 跟黃絲吵架那個 就是麥包的老友湯寶如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